好,讓我們看一下這張 這張是同一個主題 其實是兩個不同的作品 真的啊,同一個主題不同的作品而已啊 不同的人做不同時期 所以這個是文藝復興時期的作品 有人認得出來這個是什麼嗎? 各位 你們都不看達文西密碼那些東西了嗎? 達文西密碼後來不是有一個 第二部曲之類的東西嗎? 然後這個就是出現在電影裡面啊 這是其中一個線索啊 這個是聖泰瑞莎 這是宗教藝術 這如假包含是從教會裡面 照下來的 是一幅雕刻 那麼這一個雕刻它要詮釋的是 聖泰瑞莎它在接受聖靈感召的時候的反應 所以聖靈是以這一個天使 就是一個抽象的東西把它具象 然後這是聖泰瑞莎的反應 那麼你想 這是文藝復興時期的一個雕刻 它怎麼去詮釋所謂的聖靈感召 達文西密碼裡面就已經幫你解密了 我再給你另外一個提示 為什麼當初上帝要造亞當跟夏娃 天使是沒有性別的喔 生物界也不是都有公有母喔 比如說像變形蟲 為什麼?達文西密碼裡面不是有一段講到Sophia 那個女主角 她有一次就是等於是看到她爺爺幹什麼 然後她就開始懷疑她的身世的問題 她跟那個男主角那個教授她有講過 什麼事情?我為什麼要把這兩張放在一起 這一張也是聖泰瑞莎受聖靈感召 你沒有看到兩張的表情是一樣的 因為是同樣的一個詮釋方式 人畢竟是人 所以他要怎麼是詮釋所謂神學裡面的東西 他當然還是從人性裡面去造 那麼另外我剛才有講到 為什麼創造世間萬物的時候 為什麼造人的時候要有性別上面的差異 如果根據神學的講法的話 人類在性交的時候 就是說你今天這個性交的行為 你就是一個所謂性交的行為 你彼此男女真的是相愛的話 你不是考慮到你今天就是 這個是可以換到多少錢 或什麼那些問題的話 或是你可以換到多少勢力 那麼他的所謂真正的高潮就是這個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所謂文藝復興時期 所謂的人本主義 他怎麼去看待神學的東西 他不是撇開神學的東西 他是融回去 他是在這個下面 他彼此他沒有看到有任何衝突的 那當然這個衝突到20世紀就有了啦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這邊了 這個是象徵主義的作品 所以這是非常近期 是19世紀末20世紀出了 好 那我們看一下 當然意大利的文藝復興呢 弗羅倫斯的這個梅迪西家族 那麼他扮演了一個相當 相當重的一個角色 OK 那麼其實弗羅倫斯他從來不是一個國家 所以Republic並不表示他是一個國家 Republic他的意思只是說 他並不是軍王的這個專制 所以你可以看到 剛才那張圖裡面很多其他 國王是Naples對不對 他是用Kingdom 其他都是Dukedom 所以都是有一個貴族領主 但是他並不是有貴族領主 他是用共和的體制 OK 所以就是跟我們所謂像羅馬共和 他是有幾個 幾個就是有勢力的 讓他們共同組成的一個政府團體 所以他並不是一個國家 他是一個 所以說嚴格講起來是 一個自治的城邦一樣的一個東西 就像其他的 像Duke的話就像伯爵 他們有爵位的人有這樣的一個領地 OK 好 那麼大概在這個14世紀的時候 那麼梅迪西家族呢 他的勢力就越來越大 那其實在佛羅倫斯裡面呢 就是梅迪西這個家族 他並不是唯一的一個就是 所謂的貴族上流社會 他當然還有其他的這個貴族 那麼本來是在Obezi呢 他們的這個家族的手上 他們是勢力最大的 那差不多14世紀的時候 梅迪西家族就從人家手上奪啦 那能夠做到這一點 有兩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一個是梅迪西家族呢 他們代表佛羅倫斯 然後跟其他北裔的其他城邦 就是達成了就是和平協議 因為北...義大利北方呢 他們其實除了自己本身 互相城邦跟城邦之間 因為有時候是要奪領地 奪領地其實就是奪權 所以他們自己本身會打 然後呢還常常有外族要進來打 所以因為他代表了就是佛羅倫斯城 然後跟其他的城邦 然後他們達成了協議之後 那麼當然整個佛羅倫斯城 他的生活會比較穩定更安全 那麼這是一個梅迪西家族 他們受到歡迎的這個原因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他們很有錢 有錢的原因是他們最主要就是 早期的所謂的銀行家 他們最大一個貢獻就是如果我們 以今天回頭去看的話是什麼東西 就是所謂發明了支票這個東西 因為我們知道在中世紀的時候 其實像十四軍東征 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要去把這個 所謂的聖地 然後是聖戰 然後把這個聖地也搶回來 然後跟這個滿族 穆斯蘭教徒他們的這個戰爭 好,那麼其實不只是說 當就是人要去朝聖的時候 西方他們這些要去所謂的聖地 朝聖的時候 然後可能遇到滿族會有危險 其實這一路上都有很多的土匪 你也要防 所以如果說你去朝聖的時候 你身上不可能不帶錢 你去朝聖的話 你不要說這一路上的花費 然後以前又沒有飛機 這一路是要很久的 有的時候 不只是好幾個星期 甚至幾個月 甚至到年有的時候都有可能 好 你身上要帶錢 你帶多了就準備被人家搶 但少的話呢 就一路一直沒錢 OK 所以在那個時候怎麼辦呢? 梅迪西家族他們所謂的就是支票 就是說你今天你要出發之前 你到我銀行來 然後放多少抵押品在這裡 我就給你一張收據 我在另外那邊 你到了聖地之後 對 你就可以換錢 你要去買什麼香火啊 幹嘛的話 就可以直接就在那邊 那一路上你不怕人家來搶你 因為土匪他不會認那一張 而且土匪拿到也沒什麼太大作用 OK 所以因此呢 那麼他們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所謂的銀行制度 然後賺了很多錢 要不然的話我們可以看到 佛羅倫斯城呢 他其實他裡面的幾個 就是他的共和裡面祖室的人 其實很少有梅迪西家族的人 梅迪西家族呢 他其實很少介入政治的 但是他們說話是很有力 因為一方面義和的事情 他們很得到佛羅倫斯城裡面的人呢 他們的信任 然後再來當然有錢 就是有權利 有勢力 好 那麼在這個家族裡面有幾個 就是表現特別傑出的 一個是Cosimo 好 Cosimo呢 就是我們剛剛講到 去找北裔的其他城邦 像米蘭那這些地方去義和的 然後穩定的整個 就是北方 義大利北方的這個天下的呢 就是Cosimo OK 好 那麼他的這個孫子輩當中呢 Rolanzo 那麼是另外一個 就是在這個家族裡面 那Rolanzo他最大的貢獻呢 是贊助義文的這些活動 好 那麼甚至呢 到了Rolanzo之後呢 Rolanzo呢 這個時候呢 他在1478年的時候 因為他們的這種繁華 跟這個勢力呢 其實 很受到就是 這個教宗他們的禁慾 OK 所以呢 他們甚至在1478年的時候呢 那麼 教宗 還 就是據說還 曾經僱用殺手 要來刺殺Rolanzo OK 那沒有成功 沒有成功了之後 Rolanzo就意識到一件事情 你今天真的要在 意大利這塊地方 當老大的話 你要當教宗 你要進入教會 OK 所以他後來 他的孩子 Giavani 後來就把人家教宗幹掉 他自己的孩子 就去當教宗 OK 好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一幅畫 這一幅畫 呃 那個旁邊 黃毅順 有沒有再關掉一個燈 會比較清楚一點 好 這一幅畫應該有看過吧 沒有 所以我看 我也不用指望你們說 認不認得這個人了 好 這是布提切利的話 我們剛才有講過 尤其是 呃 這個Rolanzo 好 就是整個美其其家族 基本上來講 他們是呃 非常重要的 這個藝文 贊助者 藝文包括了劇場 包括了美術 包括了文學 OK 所以這一幅畫是 布提切利的作品 布提切利 他的字畫像就在這裡 好 你可以看到布提切利 他的視線 跟別人的視線都不一樣 別人的視線是在 這個畫的主題 那麼這個畫的主題是 耶穌誕生 好 那麼基本上是 最有可能的是一個 就是我們所謂的 呃 宗教劇演出 但是你要知道 你不可以把它當作 宗教劇演出 我們說過 其實宗教劇的演出 它一個很大的 一個重點就是 其實你是看到奇蹟的發生 不斷重複的看到奇蹟的發生 所以你要看待這幅畫的時候 這個地方 你要看待它是 耶穌誕生的奇蹟 又再一次的出現 然後這一個 年紀最大的 它就是Cosimo 然後Loranzo是穿 黑色衣服在這邊的 所以這是他們家族的畫像 OK 好 那麼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時候 畫這樣子衣服畫是非常非常昂貴的 尤其是像紅色藍色這種顏料都特別的貴 因為在過去 這些都不是用化學物質調配出來的 他們都是要找原本大自然界就有的東西 OK 好 那我們剛剛有講到 Loranzo之後呢 那麼他的孩子成為了這個教宗 就是Leo十世 OK 好 那麼他自己的孩子 他原本是Giavani 好 那麼等到他成為了這個教宗了之後呢 當然 他自己家裡面給他的這些所謂的人本主義的教育 都會 好 就是受到影響 他自己在這個梅迪西家族裡面 他很清楚 其實 梅迪西家族並不是說這麼熱愛藝文 然後去贊助藝文 其實一個很大的重點是 他們的確是喜歡這些東西 但是更大的一個重點 他們知道這些東西其實都可以拿來做為 外交政治上面的工具跟武器 OK 好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 當他還是Giavani di Medici的時候呢 那麼他家裡面給他什麼樣的一個教育 一個就是幫他請的這個老師 Poliziano 那麼他呢 其實是在當時呢 最主要他的一個貢獻就是Terence 他的Andrea這個作品呢 是由他來翻譯的 他還有一個新的作品Opheal Opheal就是講這個奧菲斯 希臘神話裡面的那個音樂家 他的那個故事 然後他失去他的妻子 然後到明府去 OK 那麼這個作品呢 現在還有在演出 只是說現在的演出呢 他都已經改成用歌劇的方式了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當時來講的話 就是他在家裡面 家裡面給他請的老師 在當時都是藝文界赫赫有名的人物 OK 他在家裡面也看過 像這些所謂的宮廷裡面的舞蹈 或者是戲劇 他可以產生什麼樣的一個效果 所以當他自己當了教宗之後 他其實很鼓勵這些東西 那麼你可以想像得到 如果是說教宗鼓勵的話 那整個就是這個基督教的世界 自然就會帶動這樣子的一個風氣 OK 好 那我們看一下 羅蘭索他自己本身呢 其實對於藝文的活動呢 那麼這些藝文的這些東西 他除了去贊助別人之外 他其實自己也是一個劇作家 那麼他寫過聖人劇 就是聖約翰跟聖保羅的這個聖品 好 那我們剛才有提到的一個 Orlando Filoso是誰的作品呢 就是Rodovico Ariosto的這個作品 OK 那麼他呢 事實上跟Orlando一直 就是Orlando是他的好朋友 也是他的很重要的一個贊助人 OK 好 這是Giovanni OK 好 那我們看一下除了佛羅倫斯城之外 那另外我們剛才有提到Sina OK 好 那麼Siana這個地方呢 他最主要的就是 現在我們的這個就是流傳下來的 這個戲劇當中的一個就是 所謂鄉土 鄉野傳統的戲劇 好 叫Veglia 這個東西 那麼Veglia他本來就 他並不是一個全版 就是非常正式的東西 他就是一般鄉下人 然後就是他可能一天 然後就是做農之後 然後就是傍晚休息的時候 就講講小笑話 或什麼像這樣子的一個娛樂活動 OK 那這些娛樂活動呢 然後到後來他們有了就是學術的這樣子的一個團體呢 然後 看了覺得這個東西它有相當的一個特色 所以呢 他們就跟這一些懂得如何表演的這一些工匠呢 就一起組成了 Congregate 就是它的一個等於是像一個學術單位 好 好 那麼這一個學術單位呢 就是把這個東西就保留下來 它的好處就是有很多 也許這些鄉野的這種娛樂活動呢 如果沒有學術單位的介入 它可能就會不見了 可是因為有學術單位的介入 他們非常的強調 就是它必須要純粹 所以就變成說這個東西到後來 它沒有辦法再去變化跟發展 好 這個我們後面還會提到 因為有很多不同的劇種 它的名字 為什麼要這樣叫 為什麼要這樣 這樣子叫 OK 好 所以 這一個單位呢 後來呢 它叫 Congregate Dirazi Razi的意思呢 就是說這些都是屬於鄉野間的 這種娛樂活動的意思 好 那麼這個部分呢 就是講到我們的劇場 它的這個設計 好 那麼透視法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時候呢 為什麼會這麼樣的風行 其實是最主要那時候就發覺 就是這個東西好像在變魔術 就是說我們現在是當然透視法已經看久 你也很清楚這是怎麼回事了 可是在那個時候 他們第一次發覺到就是說 欸明明是一樣的東西 為什麼會看起來不一樣 對他們來講 好像一個視覺上的一個變化跟魔術 就好像有的時候 就是說你可以看有一些那個 就是視覺的遊戲 有些它明明是直線 你看起來像彎曲的 好就是 好像看到那樣的東西 你的那種驚奇 那個 基本上就是 文藝復興時期的人 他們看到就是單點透視 然後後來還有多點透視 原型透視 發展會越來越完整 然後越複雜 那他們第一次看到單點透視的時候 那個感覺就是這樣 好像你在看那些視覺遊戲的時候 欸為什麼明明是直線 欸為什麼這兩條線明明是同樣長度 可是為什麼會一個看起來 短一點長一點 像那樣子的情況 OK 所以他們那個時候就非常非常 就是迷這樣的一個東西 所以這也直接就影響到在舞台 當舞台重新開始 那麼劇場呢 就是專業的劇場人員 從新回來工作了之後呢 那麼它變成舞台設計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大宗 那麼在那一個同時 其實我們知道 因為它跟中世紀重疊 所以很多中世紀的東西 它沒有完全不見 那個時候宗教劇 所謂的連環劇 它還是繼續的在演出 它並不是一下子就通通都不見了 好那麼我們知道 意大利呢 在其他的 就是歐洲其他的地方呢 都還沒有接觸到 就所謂的印刷的時候 意大利它也是最早開始出版劇本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 它那時候呢 出版的劇呢 有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它的標題頁 它的標題頁都是用這個就是 呃 有所謂的插圖 像繪畫的這種方式 那麼 這個標題頁的這個圖呢 通常就是這一齣戲 它在劇場裡面怎麼演出 它的舞台的設計 它不是百分之一百 但是它的就是 呃精確度也足夠 就是拿來作為就是考量 考考 就是參考之用 好 好所以我們看一下 那麼 呃文藝復興 它是復興古羅馬的這個文化開始 所以呢 當然 文藝復興時期的這個劇場 還有戲劇呢 它當然也跟復興古羅馬的文化 很有關係 所以早期的時候我們可以看到 過去很多早期的東西 它都是從 呃 翻譯 改編 著手 同樣的我們現在也可以看到 都是從翻譯改編 著手 所以如果是悲劇的話 那麼最早呢 看到的就是翻譯Synica的東西 那如果是喜劇的話 就是翻譯或者是改編Protus 跟Terence的這個東西 那麼早期的時候 其實目的倒不在於他們要演出 最早期的時候呢 其實是少數的知識分子 他們拿來做閱讀之用的 好演出其實還都是後來的事情 好 那麼到了十六世紀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說所謂的文藝復興 它已經建 好就是步入它的這個高峰的時候 那麼這個時候才有所謂的 方言文學的進入 好 那麼我們也知道 就所謂的這種方言文學 或是方言戲劇的這些東西呢 那麼其實所謂的方言 是每一個國家 現在我們所謂的一個國家的一個語言 OK 好 那麼那個時候呢 是看起來就是 他們就是叫做Binocular 就是一個方言文學 OK 好 那我們看到在這個時期呢 就是早期的作品呢 那麼1508年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看到Ariosto 那麼它的這個作品呢 就是在Flora 那麼這個宮廷裡面演出 OK 所以它的不僅基本上來講 它的設計也是走單點 這個透視 好 那麼越來越多的點擊的這個發現 重新的發現呢 我們剛才有講過 就從古羅馬 然後推進到了這個古希臘 OK 好 那麼這個地方是我們剛才講到 就是這個時候呢 差不多從1472到1518年的這一段時間 好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一段時間 那麼他們其實如果有這個 我們剛才講到就是像這些劇本 或什麼點擊的這個出版的話 那麼你都可以看到就是它的標題頁 它的那個圖 就基本上就是他們演出的這個設計 OK 好所以文藝復興呢 那這一段時間呢 我們是第一次就是看到 從羅馬帝國的這個滅亡了之後呢 然後第一次看到就是 欸有這樣子一個正式的戲劇的這樣子的演出 然後它是屬於職業的這個水準 它並不是說 教會 然後工會 然後就這樣子拼湊出來的一個東西 或者是一個即興的這樣子的一個表演 OK 好那麼馬奇威利 所以剛才同學也已經介紹過 所以有些我們就很快的 就是講過去 那麼馬奇威利其實它最主要 最受矚目的一些貢獻 它都是屬於在政治上面的 那尤其它的軍國論 是非常的著名 好那麼事實上它的軍國論裡面呢 就提到就是說 一個很特別的一個地方 就是說過去 尤其是在中世紀的時候 那麼那個時候呢 就是每一個領主 他們所受的教育呢 是教導他們就是 你今天成為一個領主 或者是一個國王 那麼很重要一點就是 你要守住你的傳統 就是一個家族的一個傳統 那麼這個是在馬奇威利的 這個軍國論裡面的一個很大的一個 就是你可以說它的突破 也可以說是它的創新 就是它所謂倡導軍國的後悔學 它就是一個真正好的軍王 一個真正好的這個領主的話 那麼它能夠所做的事情呢 最偉大的事情並不是維護這個傳統 而是你為了要跟別人去競爭 奪權也好爭錢也好 你為了在政治上面 你能夠出人頭地 你必須要無所不用其極 誰贏了 誰就是英雄 所以這一點上面來講 是跟過去一個領主 一個貴族 那麼它的這個教育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差異的地方 那麼剛剛同學有講到 就是曼陀羅花的這個 那麼其實馬奇維麗的作品 沒有一個就是嚴格講成 它並都不是原創的作品 那麼它的作品 基本上就是改編跟翻譯 包括曼陀羅花 它其實從時日談 然後也是翻譯改編過來 OK 那其他剛才同學列的那個劇本 基本上像Andrea也是 也是從前面的就是羅馬的喜劇 然後把它給翻譯改編過來 那麼它非常的喜歡 就是這個 Aristophanes 就是這個希臘的舊喜劇 因為希臘的舊喜劇 我們之前有講過 它其實跟政治非常有關係 Aristophanes 它很喜歡拿戲劇來諷刺食人 或者是食事 所以它的這個喜劇 好 面具 這齣戲裡面 它其實它是 也是模仿Aristophanes的作品 OK 好 那曼陀羅花基本上來講 它的作用就是迷幻藥 OK 那麼文藝復興時期的時候的人呢 或是說過去的人 為什麼會對曼陀羅花有個特別的一種想像 因為曼陀羅花 就是說它的那個根是像人形 所以對於就是 欸 這種形狀跟人形很像的東西 通常來講 就很容易會引起注意 好 那麼它的作用其實就是我們所謂的 現在就是迷幻藥的這個作用 好 我們下面要進入另外一個 就是思想上面的東西 就叫做新古典主義 我們所謂的classical 古典 古典的東西呢 其實在這裡講的是非常特定的 就是作品跟時期 好 這邊所謂的古典指的就是希臘羅馬文化 OK 好 那麼過去叫做文藝復興 文藝復興是復興希臘羅馬的文化 那麼現在是叫做新古典主義 新古典主義的重點 重點又是在希臘羅馬文化 所以它的差別在哪裡 如果是反前面的話 意思就是說 它跟前面的東西都不一樣喔 可是你看新古典主義的作品 比如說像哈欣他的 Andromach 他講的就是 特洛伊成成敗了以後 然後Hectus 留下他的寡婦 然後他的這個兒子 獨自 然後就是必須要就是流浪到一向一地 這不是從神話故事來的嗎 這不是從希臘的 伊利亞的的 來的嗎 這跟文藝復興 不是很類似嗎 文藝復興不是也是要復興 過去古羅馬古希臘的東西嗎 古希臘古羅馬的文化嗎 差別在於文藝復興的時候 說是復興 基本上是什麼 很多都是模仿 包括人本主義它的開始是什麼 我不會玩嘛 我去找會玩的人請假 會玩已經掛了 不過它有點急留下來 好 那麼很多東西它要去 重複的就是仿製或者是複製的時候 你想想看一千年是很長的時間 很多東西都不見了 所以你包括我們當然會看到造劇場 你要包括你要建一個羅馬的這個劇場建築物好了 你要去建那個建築物的時候 你不是說大概它長什麼樣子我知道就好了 你一磚一瓦要怎麼樣 什麼地方是活動 什麼地方是釘死的 你都要知道你才能夠做得到 包括像現在你去看黃秋劇場 英國黃秋劇場 黃秋劇場長就被燒掉了 那什麼東西該怎麼樣 很多東西其實你即使回頭去看 你在建築上面一點點小東西 它那個小漏洞你都不能有啊 因為你不可能這個地方我不知道怎麼回事 然後一個地方就留著一個洞 我就留在那個我不管了 對不對 你地板就是要鋪好 所以你才能夠這樣商業活動 所以我們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時候 原本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它是在模仿的東西 翻譯或者是改編 它就是類似像一種模仿的行為 模仿不出來我們就叫做改編 所以後來文藝復興復興到後來大家就突然 領悟到一件事情 其實這個所謂的複製品 有很多其實是因為我們不知道 也不是故意的 但是因為我們不知道 所以我們就只好加以想像 然後用我們自己的想法去把這個漏洞給補足了 所以事實上這裡面的本身它也有創新在裡面 雖然這個創新也不是我故意去創新出來的 所以為什麼發展的到這裡的之後 我們出現一個所謂新古典主義的東西 那麼它最主要是1549年的時候 亞里斯多德的詩學 那麼重新翻譯成那個時候所謂的現代的這個意大利文 當然跟現在的現代意大利文又不一樣了 然後呢就是比較多的人他可以看懂 那麼這些人看了這些文章了之後呢 他就開始會有一些設定的東西 我們知道其實亞里斯多德的詩學 它裡面有很多就講說 什麼樣的東西它怎麼樣去定義 比如說喜劇或者是悲劇這些東西 是先有喜劇跟悲劇了 然後它以現有的東西然後去找出它的框架 所以什麼是好什麼是不好 它的定義應該是什麼東西 但是這些東西先存在 可是到了新古典主義的時候 它的這個作業的方向是剛好反過來 它先有了詩學 然後根據詩學說什麼東西好什麼東西不好 這些規則然後我們去規定新的作品 要符合這些規則它才叫做好 它不符合它就叫做不好 OK 那麼在這個規範之下 我們去做創新的東西 好所以如果根據詩學然後延伸 引申出來的意義呢 那麼新的作品它必須要符合一個就是 它必須要非常的寫實 那如果寫實的話表示什麼 就是不能有鬼魂的出現 你想想看一個人 不要說是一個人好 就是這個教室裡面有幾個人見過鬼的 也許有我不知道 但基本上來講我是還沒見過 所以如果以當時就是一個理性的態度去看的話 欸鬼這個東西 應該算是不存在的 那它就不能夠在舞台上出現 OK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道德教訓 我們知道詩學裡面呢 亞里斯多德有講過這一點 好的這個悲劇它必須要進化的這個功能 這個進化的功能 基本上就是一個道德的一個教訓 好 那麼這邊的道德教訓呢 基本上它把它 好就是歸納成一句話就是 好人要有好報 壞人就要有惡報 好所以你的戲裡面沒有符合這點就是不好 好 OK 所以我們這是有規則先來了 然後再來它講求的是共通性 就是我們所有的東西可以去分類的 分類就是說好這個角色它叫什麼 是一個年紀大的這個有錢人 然後他很小氣 所以這個叫做守財奴 我們可以去分類 所以守財奴就是這個典型 就是這個樣子 好 這是一個年輕 然後年輕氣盛 然後第一次然後看他喜歡的女兒 好 他談戀愛這樣的一個典型 OK 所以在角色的描述上 他們注重的是所謂典型的呈現 而不是個體特性的呈現 你如果呈現太多的個人的這種特性的話 好 所以如果以這個來衡量標準 其實像在莎士比亞 我們同樣是文藝復興誌 莎士大羅米歐朱立葉 朱立葉的這個角色塑造 根據這一點他是不好的 他的特性太多了 OK 所以他要的是一個共通性 好 那麼根據這一點呢 就到了下面一個呢 就是也是屬於角色的塑造 就是comfit down的這一個出現 好 就是我們所謂的歸宗密友啦 或者是你的body啊 就是你的好朋友 好 那麼因為呢 我們通常很少是說 會是一直在那邊自言自語 自言自語的 好 這個自言自語 這個所謂的獨擺呢 過去是 心裡想著什麼事情 要讓觀眾知道 所以他要那邊自言自語 那麼我們如果以笑真來講 我們通常不會自言自語 所以是神經病 好 所以呢 不能再自言自語了 那怎麼辦呢 你心裡想著話 你還是要講出來 所以你就要跟你的好朋友 comfit down 就是你死中 然後有一個對象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東西就開始大量的使用 然後獨白啦 還有什麼歌舞隊啦 chorus啊 就幾乎就不見了 這些 他不夠真實 ok 好 所以呢 很多東西呢 他如果不容易 把它做得非常真實的呈現 比如說像打仗 你一個舞台 你說你現在是什麼戰爭 然後在這邊打 你在怎麼打 你如果打得有多像 你說你現在要大火 要燒 戰爭放火 殺人搶劫 這很常有的事嗎 你怎麼樣 你把整個劇場燒掉嗎 好 所以像這樣子的場景 戰爭 或者是群戲 或者是有人要死在舞台上 就盡量減少 要死就到後台去死 然後有個人出來報告就好了 ok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這些很多的戲劇手法 就是 已經有規則那邊 然後劇作家再照規則來寫 好 劇本 好 那麼根據這樣子一個東西呢 就去做的這個舞台的這個設計呢 就是我們剛才同學有報告 Cereal 它那幾個典型 三個大典型 悲劇 喜劇 跟田園劇 其實田園劇怎麼來的 它也就是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時候 我們本來是想要去復興楊劇 setup play 可是呢 我們有的資料太少了 楊劇到底是怎麼演出的 我們真的不知道 好吧 那就 我知道什麼就是把它塞 然後塞出來的結果 就後來變成田園劇 因為到這個時候 大家知道 這個 不是setup play 當初演出的這個樣子 有太多是後人的意測放在裡面了 過去不是這樣子演的 所以你不能叫它setup play 你不能叫它楊劇 那怎麼辦 給它一個新的名字 就叫田園劇 OK 好 我們今天就到這邊了